今年4月23号 亲大学生魏阳等人 因为割篮尾行动 到国民党立委屡学章服务处送纸乌龟 被立委屡学章告上了法院 今天台湾教授协会出面 呼吁政治人物应该要展现该有的气度 认为屡学章不应该烂诉恫吓 让司法变成限缩人民言论自由的工具 严守公民言论自由 拒绝立委难送恫吓 拒绝立委难送恫 新竹地检署前 亲大学生魏阳 王玉登 和台湾教授协会会长吕中金等人 召开记者会表示 赠送植物龟给立委屡学章 是希望用来警惕民意代表 应该勇于站出来请听百姓的声音 我们希望可以给他一个警惕 因此才会赠予他一个植物龟这样子的行动剧 希望他可以做好他的工作 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大一事 所有政治人物能够意识到说自己身上的资源 以及社会的期待 那能够去真的去实践自己的一个工作 而不是说躲在这个司法保护后面 或躲在党的后面 然后去作为作补或是背试民意 今年4月23号反服务学生团体跟许多公民 到国民党立委吕学章服务处前 希望他能回归民意 对民间版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和核四议题表态 当时吕学章仍不在 服务处人员也不积极接待 所以决定送上植物龟 这几位学生 他们没有任何言行举止 是有任何的冒犯 或者是有这个妨碍 吕学章立委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单凭一个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 指意术的这个规格 来指控 这显然这个政治人物 他的气度是显然不足的 而被指控的台教会会长吕中坚表示 在学生及公民团体发几个篮尾行动里 这是第一及公民行动被立委提告的案件 呼吁检察官能够维护人民言论自由的精神 新唐人有电视 林秋霞台湾新竹采访报导